南车起站能够以捷運新北投站做一个年结 发挥转运的一个功能 因此台北市政府后来针对山耀站的评估位置 有选择不同的一个地点来做一个评估 初步选择的地点有包含儿童公园 温泉公园溜冰场的东南侧 总共有八个地点 作为一个山耀站地点的一个选择的一个 评估的一个地方 后来因为考虑到景观生态 空间使用还有步行距离等等的一些因素 最后决定选择目前温泉公园的一个溜冰场 东南偶作为山下站的一个起点 那整个北投县空中缆车计划的一个开发目的来讲 最主要是希望提升大众运输的一个使用率 然后来减缓机车或者小车车进入崖民山地区 造成交通污染以及塞车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结合捷運系统 以及崖民山既有一个登山步道的话 我想更能提升崖民山国家公园的一个游戏品质 那由于缆车是属于一个空中运输的一个工具 那这部分它具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地质跟生态教学的一个优势 那另外一方面北投县空中缆车的一个开发 也可以促进崖民山观光的一个发展 那带动北投地区旅游的一个商机 那缆车我想北投县空中缆车并不是台湾第一个缆车的一个系统 那台湾也不是全世界第一个行电缆车的国家 其实缆车最早在多年以前 就是运用在欧美国家的一些滑雪场或山区景点的一个运输 那随着缆车技术的一个逐步的一个提升 那世界各国由于为了保护观光 坚固 不好意思 世界各国为了保护环境保育 和监护观光发展的一个因素 所以逐步都选择缆车来代替正义性高的一个道路 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的一个部分 那全世界包含有加拿大、法国、澳洲 这些大概有40座的一个国家公园或世界遗产的部分 它里面都有利用缆车来作为观光运输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像照片中这一张凯恩斯热带雨林 这个就是世界遗失 那另外 另外现在为了因应全球软化的一个问题 欧美国家也逐步响应检验检探 把缆车运输 运用在诸汇之间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像在巴西的里约热内陆 美国的纽约罗斯福岛 以及还有伦敦的一个泰伏斯河那边 也有兴建整个缆车的一个运输系统 那这部分都有通过整个住宅区的部分 那当地区民也借由这个缆车的运输 带来当地生活交通的一个便利 那 数据 那整个 我们回归到北投县工中缆车的一个计划范围 那北投县工中缆车的整个计划来讲 三下站是会在温泉吸水公园的一个溜冰场的附近 那由这个起点往上延伸 沿着东北东的方向 那其中会经过一个地勒谷 还有十旦山的部分 最后到达龙凤谷游客服务站的限制 那这边我们会设为我们第一中间站 就是龙凤谷站 然后缆车继续会往东北延伸 那经过六窟七窟 最后会到达阳明山公园立体停车场的北侧 那这边会设为我们阳明公园站 就是第二中间站 那缆车继续往东延伸 一直达到国家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的对面 那这是我们的终点站 就是山上站 那整个缆车路线全长是4.8公里 那沿线除了四个场站之外 我们有设立了二师跟塔柱 那塔柱跟塔柱的间距 除了靠近站体的附近 因为考虑到进出站的因素 还有一些转折的因素 比较近之外 其余的塔柱的间距 大概都是在100到500公尺之间 那接下来针对四个场站的一个使用项目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四个场站的建筑物楼层高度 山下站的部分是三层楼高的一个建筑物 那其他三站都是两层楼高的一个建筑物 那使用项目来 每一层多高 三层楼每一层多高 他这个建筑物楼高 这边这表格中有做说明 说一下说一下 三下站的部分建筑物楼高最高是到15.6公尺 那几层楼 三层楼 可以说极高吗 不极的高 不是一层楼到建筑的 我先检报完再回 然后刚讲到说 他使用项目来讲的话 他除了一些月台还有后车中间之外 主要都作为机电设施使用为主 那另外三上站的部分 除了场站之外 我们也考虑到三上站是整个终点站的因素 可以提供游客 也许到三上站之后 可以借由大众运出风去再转成到其他景点 所以我们三上站规划的一个面积来讲 有设定一个交通运转中心 那这边有规划16席的一个巴士停车位 那游客到三上站之后 可以借由这些巴士转成到阳明山 比如说竹子湖等等的一个景点继续游玩 那另外考虑到民生的一个需求 在整个规划上来讲有设置简易的一个餐饮设施 还有便利商店等等 但是我们并没有汤屋跟原型宿舍等设施的一个设置 那基于环境保育的一个观念 整个开发面积来讲的话 会保留65%以上作为景观绿化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会规划在战前广场的部分 设立一个环境保育的一个解说牌 那宣导游客希望能够重视阳明山地区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整个场站建筑的部分 也会配合国家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规定 各场站以取得绿建筑标杖为主要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包含在水的部分 场站全面会采用省水的一个设备 那广场跟步道的部分会采用透水铺面的部分 那另外也会设置建筑物的一个雨水滚流回流的一个设施 在节能的部分来讲的话 会加强屋顶隔热的一个效果 那室内会采用高效率的一个照明根据 那在生态的部分 你会透过一些原生植物 又蝶又鸟的一个植物 来营造生物多样化的一个生物基台 那缆车系统的部分 这个缆车系统是由法国波马公司所制造 那全球大概有68个国家是使用这个系统 那整个缆车系统未来可以搭带8个人 那是由两段动力式的一个系统组成 那动力设备我们是设在龙凤普站 那它整个缆车运行的处率大概是每秒5公尺 那单向运料每小时最大可以达到2400人次 那运行时间目前是规划是每天10小时 那整个行驶时间从山下站一直到山上站 预估整个行驶时间大概是建于18到20分钟左右的一个行驶时间 那在未来会有多少人搭乘车 因为这个牵扯到可能会有些活动强度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参考阳明山国家公园所做的一些游客的一个调查结果 那从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大概就是在花旗上午跟下午 是整个游客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域 那整个因子我们在整个评估来讲的话 就会以花旗假日的一个结盟时间 作为我们游客量评估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考虑的因素还包含有各景点游客 游客数跟运具的一个比例 还有缆车云运后的一个运具转移的一个比例 另外就是本来可能没有人要到 本来可能有些人不到阳明山 因为缆车新建以后 可能受到这个吸引所额外来增加的一个旅人次 我们也有纳入做一个考量 那还有就是各景点之间顺道搭乘暗设旅游的一个人次 都有作为我们人数推估的一个中盘 通盘性的一个考量 那考量结果发现 最后我们运输大概全日搭乘人数大概是在一万五千人左右 那各场站进出人次的部分 大概是单向是两万两千人次左右 那这部分也符合我们系统规范的一个两万四千人次 容许的一个载客量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接下来针对上次会议 包含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我做一些综合性的汇整 那这边依各个大项做一个中盘性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 那第一个是关于居民以私信的问题 那这部分有包含委员跟民众 顾遇到一个新民国中上课 是否会说缆车经过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这边我们有透过一个图示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AA泡面的部分 它是新民国中三层楼的一个建筑物 由于它距离整个缆车沿线大概有84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教室到缆车之间还有一些树木种植 那这部分的视野其实是被遮蔽的 所以评估对这栋大额来讲的学生教学品质来讲 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在科学大楼的部分 就是这是五层楼的一个建筑物 那它距离缆车缆线大概47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来讲的话 中间其实它目前是没有树木 那可能在二楼或三楼的学生 在上课的时候会受到缆车经过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我们评估这应该是指出其他可能因为学生好奇的因素 可能会有些观看的一个情况 那长期来讲可能应该没有影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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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讲完 但是 未来我们也会跟学校协调 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 我们会补助学校构置百叶窗 那通过百叶窗遮蔽整个学院上课 受到缆车视线的一个影响 你担心明天错书吗 公圈都稍微 那是遮蔽缆车吧 把你家窗户都堵起来就好了啦 对不起 我能不能先整个报告完 让所有人都能够清楚 然后有问题 我再做逐一的回复 好不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关于北投地区 在山下山附近有一个比较高的建筑物 就是林宵别墅 那这部分我们也针对景观部分 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评估 那林宵别墅的建筑物楼高 大概13层楼高度 那北投染线通过这个林宵别墅附近来讲的话 大概它的高度大概 大概比林宵别墅的高度还高 大概10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 13层楼 13层楼 不好意思 13层楼 那我们染线通过林宵别墅附近来讲 会比整个林宵别墅还高 大概10公尺左右的一个 10公尺而已 外面光线比较暗 里面光线比较亮 其实是容易看到 但是我们染线因为时间并没有含开到晚上 所以应该没有 会对住户隐私所造成影响的一些问题 请问一下是染线 是染线比那个大楼高13公尺 高10公尺 那请问那个染线掉下来 因为染线八千 我能不能先检报完 等一会再提问 这样的话 我们老人家都会忘记啊 穿多少高度嘛 那要申请大家其他的 大家 好不好 诶 业者不要回覆 先把情况报告完 好 OK 对不起 那另外再来就是关于 户外温泉的一个影响 那有委员跟民众有有担心到 户外温泉 裸汤 走光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在中山路跟光明路 有一些温泉区的一个存在 包含在梅亭附近 有一个北投清水露天温泉 那距离我们奶车线 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但是它其实附近 已经有比较高楼层的一个建筑物 那而且就是 该温泉的一个温泉区里面 必须要穿着泳衣 它并不是裸汤 并不是开放裸汤的一个情况 所以应该不会造成 委员或民众所担心的一个 温泉区裸汤所造成走光的一些问题 那中山路跟其他温泉饭店 这并没有户外 裸汤温泉区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在行一路沿线的部分来讲的话 虽然有一些温泉 它是有裸汤的部分 但我们也亲自去访谈业者 那据业者表示 大概目前的裸汤区 都有一些棚架或屋檐测壁 应该不会有走光的问题 但由于它整个染色路线 到整个露天温泉的距离 大概有350公尺的一个距离 所以实际上这个距离是蛮远的 实际上未来从染色上来讲 应该是不会很容易 应该是不会看到说 乌汤温泉区 民众裹汤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针对第二个部分 是景观的一个影响 那山下站的部分 未来建物会采穿透性 与北投公园的环境 做一个协调 来避免视觉的一个冲击 那龙凤古站的部分 因为现在龙凤古游客服务站 就已经存在 那未来整个造型会 与龙凤古游客服务站是类似 所以对既有的视觉景观 影响应该不大 那另外在阳明公园站的部分 编车建筑的站体设计 也会有环境协调 来降低景观的一个影响 那山上站的部分 由于苗普树林树丛的一个密集 我们实际在从停车场 或阳青公路上 其实并不容易看到编车的一个站体 所以对既有景观品质影响 应该是属于不显著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在对塔柱的部分 我们也透过景观的一些模拟 来模拟未来编车 塔柱设置之后 对附近的一个景观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这两张照片 一个是T1 一个是T3 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 这个方向观望 就是在儿童公园这个位置 那T3的部分 就北投公民会馆前观望的一个位置 那未来整个编车塔柱的部分 我们会采用一些 比较明快或灰烈的色彩 那尽量以环境做一个协调 那我们也实际以空中小飞机的方式 来做一些模拟 我们把空中小飞机 飞到大概在T2塔柱 染性高度的一个位置 来进行空拍 那空拍结果的影像也显示说 从编车上面 其实上次不容易看到 到住宅区内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倾向 在水的方面的影响 我们这边主要分两个方向来做讨论 第一个是水纹 第二个是水质的部分 那水纹的部分 我们有依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利用合理化工室来计算 整个地表浸流量的部分 那土壤充实量的部分 一样是依照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一个土壤流失公式 来计算整个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个泥沙冲击量 那这部分我们未来在施工过程 也会透过一些智宏跟沉沙池共构的设施 来降低这个水温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在水保的部分来讲的话 除了智宏池跟沉沙池之外 我们场站来讲 我们会顺应整个地形为原则 比如说这张图是山上站的一个 未来开发的一个范围 我们会在周围都设施相关的排水沟 那透过一个坡面浸流收集 然后导入到下游的一个智宏池 在排入附近的一个边沟 那另外也会加强坡角跟坡面的一个稳定工程 那另外在用水量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未来用水量来源 包含有游客管理人员 还有预地浇灌用水量 那评估四个场站总用水量 大概是在270cmd的一个论举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这部分我们也含文台北市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也许该公司的一个同意涵 那未来来讲应该不会影响到 南三地区的一个居民跟农民用水的一个需求 那至于水质的一个排放来讲的话 我们会三下站的部分 会纳入北市污水下水道的一个系统 那另外三站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二级的一个污水处理设施 那符合国家的一个放流水排放标准之后 再做一个排放 以降低对附近承受水体水质的影响 那我们也用环保署公布的一个水质评估模式 来评估这个废水排入到边工 是否会影响到附近承受水体 那有整个评估的一个数据的结果显示 它的评估容度增量其实不大 算在整个河川一个容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评估对整个承受水体影响是属于轻微的一个情形 那之前在上次1184会议的时候 包含有很多民众都很关心洋芸山地地区有一些硫磺腐蚀问题 是否会对缆车的材质造成影响 那这边我们后来也针对 包含在敦续高工跟新民国中的部分 我们有直接用缆车未来采用的金属材质 做一个暴露试验的一个研究 那以目前统治到180天 大概半年的一个结果显示 在新的一个试骗 新金属这个试骗上来讲 表面生成物有一个紧密结合的一个状况 那铝的部分没有硫化物的一个产生 娘子的重量损失其实它都小于2% 因此我们未来在整个缆车辅施来讲的话 我们会采用热静度性的方式做处理 比如说在基础的部分 比如考虑到本区的土壤是属于偏酸性的一个土壤 那施工过程我们会采用第二类的水泥 就是抗流水泥 来避免机庄受到流害侵蚀所造成的影响 那支柱的部分会采用热静度性 表面上会加以涂装 来降低流害的影响 那蓝锁的部分 热静度性跟铁结合之后 表面上它会产生一个长期抗磨性的新铁合金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那个硬度来讲其实是很硬的 它可以抗磨也可以抗保湿 那我想这应用在缆车上 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应用 我想这部分安全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那另外在电子仪器机房的部分 那密闭空间也会控制湿度 那会另外还会用一个BPI的一个气象缓冲腐蚀剂剂的一个方式 来降低金属表面锈时的一个现象 那相关的腐蚀试验结果的数据 那我们在给委员的一个简报资料里面 附件六有部分也有做一个灾速 那可能请委员猜 那另外在交通的影响来讲的话 上面三站包含山上站 农凤骨站要民工园站来讲的话 目前的交通服务水准都属于比较良好的一个等级 那停车空间目前来看也是足够的 三下站的部分 因为受到整个三下站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复杂性 还有人口活动强度比较强 所以整个交通服务水准是介于 目前是介于B到一级的一个服务水准 那停车空间的确是有一个略微不足的一个情形 那因此针对这些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跟交通的问题 我们也特别考量到缆车未来开通之后 是否会吸引大量的车草或人草 所造成的影响来做一些方案的 跟对策的一些言明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降低停车需求 做一个左手 我们未来将提供这个捷运转车缆车的一个折扣方案 希望通过媒体宣传来鼓励民众做一个搭乘 那尽量减少用小客车进入三下站的一个 所造成的冲击 那我们凝固为就是目前来讲新北投 新北投那个新北投县的一般车 目前是有三节车厢 那三节车厢目前总容量是968人 那每小时是有六班车 那这样计算结果发现 一小时大概可以搭载 5500人到6000人左右的一个认取的一个人数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暖车未来营运 每小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载客量是2400人 我想透过捷运来转成暖车 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应该是可以附 那个捷运上应该是可以附和这个缆车搭乘的一个人数 那针对团客的部分我们也与旅行社合作 那游览车的部分我们希望它停靠在一些捷运北投站或关路站 那游客在这边下车以后转成捷运来到三下站 然后另外游览车的部分也不直接开到三下站的一个市区 直接停放在周美桥的一个地下停车场 来降低对三下站附近交通的一个冲击 那另外交通疏导管理的部分 我们也会在陈德路大都路口大业路封年路口设置一个停车位 剩余数量的一个指示台 那配合一交做一个疏导车辆动线 那民众可能开到这两个路口的时候 发现三下站如果没有停车位 它可能就在附近 或者不会到三下站再来找停车位 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找停车位 再搭捷运过来 那长期下来它可能一次两次发现 三下站的确是不好停车 它可能就会借由这种措施 逼着它改变它的交通运输的一个模式 可能它就会搭乘捷运来搭乘哪一车 那另外一方面针对一些违规停车的问题 我们也会写起原警 加强取利违规停车的问题 那另外有车的问题 虽然可以透过上述的方案达到一个解决 可是人的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重点 那瞬间会有这么多人潮进来 是否会在北城公园造成一些冲击 那这边我们也提出相关的一个方案 做一个因应 比如说我们会在除了三下站之外 也会在捷运新北投站的部分 设置购票地点 来分散整个购票的人潮 另外一方面也会比较猫懒的方式 提供网路预约搭乘的一个时间 来分散搭车的一个人潮 那民众在搭乘捷运之后 他下来以后 我们会发放时间号码台 那导演游客必须要在搭乘前十分钟 再先往三下站就好了 不用提前就往三下站移动 那在这段期间之内 他可以利用捷运的站前广场做一个停留 或者也可以到旁边的七星公园 做一个休息跟停留 那等到他号码台叫到他的时候 他可能在透过一个人型步道的一个系统 步行到三下站 那整个步行时间 大概是在三到五分钟左右的一个步行时间 那在三下站这张图里面 我们有规划整个木站道 还有站内排队的空间 那以整个规划的木站道 跟站内排队空间 可以容纳人数 大概是一千两百人排队的一个空间人数 那应该不会影响到附近的 是不会影响到附近的行道 所造成人情通过的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在阳明公园站的部分 阳明公园站由于临近我们阳明公园 还有花中的观光的一个景点 所以游客搭乘缆车到阳明公园站之后 他可以透过东侧跟西侧的一个人行道 直接步行到花中跟阳明公园做一个游玩 那整个步行时间大概是八到十分钟 那少部分如果有民众是搭乘缆车 搭乘自小客车前来阳明公园站 他也可以用步行的方式 前往立体停车场 做一个取车的动作 那在山上站的部分 我们也规划站内的步道 可以通往第二个停车场 那站内步道也可以通往 我们的交通转运结果点 通过公车转乘到其他的阳明山景点 那我们评估未来软车营运之后 原本可能搭小客车或机车的一些游客 他可能会转搭乘南车到阳明山上旅游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对阳明山交通改善是有正面的一个注意 那因此在停车需求的部分 我们隆峰谷站 阳明公园站跟山上站来讲的话 目前的停车供给逐位其实已经是足够的 所以这三站我们并没有额外在增设新的停车位 仅设置法定要求的一个停车位数 那三下站的部分 停车空间的确是有一个趋近饱和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会透过前述的一圈老优惠措施来降低停车的一个需求 在噪音震动的影响 那这部分我分两个方向做更过来做说明 第一个是在施工期间 那施工期间所产生噪音量 包含有车辆运输可能所产生的噪音量 另外就是施工器具开挖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量 那这边我们使用德国的一个 桑菇案噪音评估模式进行评估 那评估工区附近一些敏感点 它所增加一个噪音量的一个range的范围 那评估结果发现离工区比较近的 一个是北投图书馆 一个是国家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它整个增量的一个幅度 大概是在2.2分贝到2.4分贝的一个 一个值的一个数字 那依照环保署噪音影响等级 评估的一个流程来看的话 小于三分贝是属于可护月影响的一个等级 那震动的部分 我们有参考日本建设省交通震动评估模式的一个词谈 跟环境震动评估模式的一个规范 来进行相关震动量的估算 那估算结果 其实未来染测施工过程所产生的震动量 是小于人体对震动有感未准的一个标准范围 那可以这样说 就是它是可以忽略它的影响的一个情形 但是为了能够更能降低噪音队 施工期间噪音队附近的一些游客 或者民众所造成影响 未来我们将会采用 整个低噪音低震动型的一个机具 那避免高噪音机具同时过夜 那施工的部分也会设置相关的施工围离 来组合施工机具噪音的一个未存 那另外在营运期间的部分 营运期间部分 染车营运噪音的来源大概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染车进出站 因为它是由握索器直接转换为小型区对人带动 会有一些撞击声的一个产生 第二个部分就是塔柱 染车经过塔柱的时候 因为滚轮摩擦会产生一些噪音 那第三个就是动力系统设备所产生的噪音 那针对这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到猫兰那边做实际量测 然后把那个数字考虑到北投地区的环境特性 高层差还有敏感点相会的距离 还有距离衰减等等因素 然后透过模式进行相关的评估 那评估结果在第一个是在 染车进出站的重极声来看的话 三下站离北投租车馆比较近 大概距离北投租车馆阳台 大概只有20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我们评估它的增量来讲的话 增量大概是在0.7分配的一个数字 那在那个塔柱的部分来讲的话 新民国中它距离T2塔柱 大概有18公尺的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那考虑到塔柱共振的一个影响 那它的评估增量大概是在0.5分配 那动力站设备的部分 由于敦旭高峰里龙凤湖站 大概有180公尺的一个距离 那考虑到距离衰减的因素 那噪音增量大概只有0.1分配 那依照环保署的一个噪音评估模式等级来讲的话 是属于可忽略的影响 但是未来整个云期间 我们也会强化噪音的相关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在山下站的部分 针对缆车进出撞击声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们会有握手器的一个转换器 涂装相关的减震器 还有喇叭口的部分 进出在喇叭口的部分 加装吸音设施 来降低这个撞击声出产生的一个噪音 那在塔柱共振的部分 会在靠近学校比较敏感的地方的一些塔柱 会加装整个热环 那通过这个热环加进的效果 可以改善塔柱共振噪音的一个情形 那动力设备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龙凤湖站 钻底会撕作整个帷幕的隔音桥 那组合在内的一个部分造物 在地质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针对有一部分塔柱 是位在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敏感的一个 地质的一个状况之内 所以我们针对各个塔柱都有做一些评估 那这边因为时间关系 我举几个塔柱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T6塔柱的部分 它整个蓝蓝西边是属于一个顺向波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整个T6塔柱是位在山顶的平坦地 所以岩帕应该不会受到这个顺向波所造成的影响 那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在施工过程也会加强地表结台水跟坡面的一个保护工作 那雨孕期间也会设置观测景 要观测整个地质地形的地下水 变化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是还有包含T9 T13跟T21塔柱的部分 我们也做相关对策的一个因应 那当时在开会时有委员跟民政有提到 包含一个工程地质的评估 还有相关存在力的一些计算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补充在书面资料 那请委员想看手边的一个书面资料的附件3 做详细的一个概述 那未来在整个塔柱 为了确保塔柱整个安全 在塔柱未来我们会实行三方向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式 包含在地下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地层的一个倾斜管 来侦测地下层滑动及位移的一个情形 那地表的部分则会设置自动的一个倾斜盘 那监测整个塔柱倾斜的状况 并定时来读倾斜角度的一个监测数据 那空中的部分 会透过整个地位监测临近 那监测塔柱上部结构变位的一个情况 那发现有一些异常状况 必须做一些因应的一些措施 在树木保护的部分 那未来我们在厂站跟塔柱 如果有一些受到台北市政府规定的一个树木保护的一个 发现树木保护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 我们会尽量以限定保留方式来做一个资讯 那整个会以最小的劳动跟振动的一个人工开放为止 要避免对保护树木所造成影响 那如果真的这些树木需要移植的话 也会依照台北市树木保护计划的相关规定 来做一个妥善的一个移植跟保留的工作 那上述这些对策 为了要能够确实执行 我们也订定整个完善的环境综合管理计划 那包含有交通维持计划 工程安全卫生计划 跟施工环境的一个维护计划 那施工之前 我们会提出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那送给台北市政府 那相关单位只施工监造单位 审查认可之后再做一个施行 那施工期间 也会定时召开相关的会议 那检讨计划成效来拟定相关对策 那承包商按照这些对策做一个执行 那针对可能发生 针对如果说一旦发生一些紧急应变的部分 我们也在事前也会拟定相关的紧急应变组织 包含能源编组的部分 设备编组的部分都有完善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就是上次有委员提到 关于运运期间缆车一些防災 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也有做通行性的一个考量 包含在灾害预防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员工跟游客的一个防灾教育的训练 那目前是预定每年度至少半年一场式的一个应变演练 那我们会协请消防局警察局 卫生局跟环保局做一个协助 那一旦灾害 一旦不幸还是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立即通报相关的单位 那也会成立相关的一个抢求纳队 跟灾害的一个救灾指挥中心 那立即投入整个救灾的动作 那包含还有灾后的附件 也会加强做一个通行 那以下针对可能未来空中缆车营运之后 可能会受到一些天灾跟能力 所造成影响来提出相关的方案意义 第一个就是雷击的影响 那在这部分 我们会在各塔柱的上方都会设置一个避雷针 那我们也会协调台电区的 若雷针区的一个及时监测的一个雷电系统 那一旦有雷雨袭击的时候 缆车会停止运转并且疏散乘客 那关于风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缆车塔柱的部分会设置风速风向 当整个风向是90度强风 那风速是属于13到17公尺的情况之下 缆车就会做一个自动减速的一个动作 那缆车如果大于每秒17公尺 缆车则会停止运作 在地震的部分 我们会在荣凤府站 设置一个精密地震的感应器 那也会定期掌握中央气象局地震速报的一个系统资讯 一旦发生整个地震属于有感地震 那缆车将会停止运转 检测功能之后 确定正常再恢复缆车的运车的运转 在台风灾害的部分 我们在防徐起来临之前 也会做好相关的一个防洪设备的一个检修 还有沙包头侦射跟检查 那另外在人为紧急事故的部分 缆车它本身具有一个握索器 握力侦测器 还有一个握索侦测的一个系统 可以确保缆车的握线跟握线 能够确实的一个握住的一个安全 那车厢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还有具有自动闭锁的一个功能 可以防止乘客任意开启 那如果真的有发生异常状况的时候 乘客只要按下紧急按钮 就可以跟我们联络 然后立刻会停止运作 那再来就是在无与紧急电跟设施故障的部分来讲的话 缆车供电系统是采用双回路设计 那一旦如果有一个回路发生故障 我们可以自动切换到另一回路 来提供电力的一个运作 那另外就是在断电的部分 如果真的缆车没办法正常运作 我们会透过紧急发电机 把缆车拉回到站起 然后再做一个 通过一个地面的一个疏散 将乘客做一个疏散的一个行为 那如果缆车卡在半空中的部分 我们也规划会写请有消防局 做一个垂直救援的一个方式处理 那这边我们也规划了 整个缆车的一个紧急救援 跟防灾动线的一个规划 包含防灾空间 还有它防灾路线跟地点 那这下面四张图是关于 四个场站一个救灾动线图 那龙凤谷站的部分 主要是透过全原路 作为一个整个救灾动线的一个途腰动线 那三下站的部分 主要是透过光明路 作为我们救灾动线的规划 那阳明公园站的部分 是由五三路作为救灾动线的规划 那三上站的部分则是阳津公路 那另外我们也订定一个环境监测管理计划 希望能够在施工期间 云域都能够定期掌握到环境 因为施工或影域所造成一些变化 如果发现有一些异常的一个状况 我们必要是会采取相关的改善措施 来确保整个环境品质的一个 一个维护到原本没有开发权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包含我们有订定一个相关的一个监测项目 包含有空瓶、水纹、噪音、银件、银件噪音 还有放流水、生态、交流量等等 接下来最后我针对整个缆车新建的所产生的一个效益 做一个总结 那在社会效益的部分 由于通过一个缆车运输的方式 可以健全阳明山地区交通旅游的一个品质 那民众从山下到山上站的一个旅行事件 将可大幅的一个缩短 相信将会提升阳明山国家公园游戏的一个品质 在经济效益的部分 缆车新建之后可以振兴北投以及观光事业的发展 那另外一方面工作人员的部分 我们也会优先禁用当地的民众 那也会在龙凤谷站跟杨明公园站也会设置什么农产品 展示场所那照顾当地的一个农民 在环境效益的部分 由于缆车是属于电力输送的系统 它运输的过程 其实上是没有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那可以减少原本因为搭自小客车或机车上山 所产生一些排放废弃污染的问题 对环境来讲是属于正面的一个效益 那综合来看的话 整个缆车新建之后 可以增加游客重游阳明山的一个预认跟频率 也会促进阳明山观光发展 提高良好游戏的一个品质 以上